哎 劉卓 您发现一现象没有 什么现象啊 就是中共厉害国很多小粉红 长期生活在把美国当精神支柱上 并且不断想象自己 英勇锤打 还顺利战胜这根精神支柱这种虚幻的自嗨里边 磋狂 精神支柱不会还手 随便锤 那可不越锤越嗨吗 哎 就在昨天9月29号 党国一小粉红小屁孩 拿着一个华为三折叠手机 飘了 由于该声 刺个自信瞬间爆棚 当即决定 我必须上苹果专卖店 表达一下我的自豪感 自信心 民族情 胜利喜悦 于是上演一出 折子戏 这华为手机什么磁场啊 好端端一孩子 一拿华为三连单 就变这模样了 网友平壤 催扭滑 看完呢 气的 说都不会话了 是得是 一破华为 打折手机 至于吗 瞅瞅给他高兴的 肠子都掉出来了 磋火 看来必须采纳网友的建议了 请他做华为手机形象代言人 卫计 正好说明华为消费人群定位的准 不知道是华为定位准哪 还是培养这种熊孩子的社会土壤太肥沃了 总之 在党国 大将纲泡时间长了 大人孩子全有点拧巴 这大鸡面有点大 小孩恶搞 大人没那样的 看来 不请出大人来呼您一脸包米面 您是不知道党国现实的热辣滚烫 前方高能 有可疑 大人出现 不但是大人 还是个大名人 名人 谁呀 疯狂英语发明人李洋 9月28号 疯狂英语创人李洋 登上全球华人国学盛典 公开向全世界表态 英语是汉语下的蛋 美国迟早会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往这看 英语就是汉语下的蛋 美国迟早会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大家手机录一下 我跟中英文说一遍 发到视频号抖音号 绝对一千万点击量 手机上出来拍摄 准备啊 中英文对照 我是李洋 我坚信 只要中国较进长大 美国迟早会成为 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彻底晕菜 不是李洋这说断的还是真心实意怎么说的 应该是后者 后者 您别忘了 人家是疯狂英语 哦 对忘了 有点半疯性质 反风 反正呢 网友买买题 现场怀疑人生了 紧着打听 这李洋是不是受了死马男的指点了 全疯了 还英语是汉语下的蛋呢 日本跟中文那么多渊源 这还没说是汉语下的蛋呢 党文化词汇专家表示 您这老脑筋啊 急需改造对我党的专有名词来说 党文化汉语是日语下的蛋 不会吧 啥了吧 告诉您 记住喽 说说 共产党 社会主义 政治局干部派出所这些现代汉语词汇 党文化的专用词 全是从日语来的 日语 要不叫日本人翻译出社会主义这词来 中国人现在还沿用梁启超翻译的 人群之说这说法呢 这都差哪去了 这都 什么呀 合着共产党这套骗人的党画 日本人弄出来的 明白了 看来毛腊肉当年玩命改歇日本代表团 真没改歇错 当时 挫火 所以说这个世界有点颠倒 有点混乱 有点疯狂 尤其疯狂应与李洋最疯狂 李洋表示 抱歉 请您把罪字去掉 为什么 我再封 我还要党国国防部发言人封 怎么一干的指那国防部发言人那去了 看消息 推特账号李老师推送核定本截图 怎么啦 9月26号 央视军事转发国防发言人的发言 说什么啦 中美两军沟通交流 有助于管控风险 11分钟之后 国防部再发文 美方是不折不扣的挑衅者 搅局者 破坏者 我去 这十分钟肉劲都挺不住 现场惊分 所以 小粉红都蒙登了 你妈 美国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啊 再起一瞪眼 闭嘴 急什么急呀 总书记手指头还没伸呢 等通知 看需要 有视频为证 您往这看 制造不安全风险的 恰恰是美方及其盟友伙伴 不负责任的 到危险操作 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美方是不折不扣的 挑衅者 搅局者 破坏者 彻底晕态 可算明白了 作风优良能打胜仗 说的是精神病的烙饼超限战 答案正确加十分 专家鉴定了 人说了 这是党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阶段 社会主义精神分裂阶段 拧不拧不拧不 还是这微字里人会解释 前者是对外绿茶 后者是对内传销 不矛盾 分两头的 开启茶友民调 您如何看待中共国防部发言人 前后矛盾的说辞 上背询答案吧 一 党国各部门发言人 全是精神病 我喝气 二 前边是忽悠外国人 后边是吓唬小粉红 目的不同 目的不同 三 十一分钟就变脸 这说明 这期间 忽悠美国失败 恼求成怒了 第四 烙饼翻面 左右互搏 喜怒无常 触耳反耳 这是党吓得一盘大棋 赶紧在留言区 敲数字 罗生之后 有惊喜 墙里墙外 金句妙评 欢乐开挂 神变人生 茶友们好 我是刘卓 我是李正 老北京茶馆又跟您见面了 继续盘点党国雷川脑洞的新闻段子 今儿改服好脑洞 各位 话说 以色列震撼出击 清剿黎巴嫩真主党一众大佬 知道 把扑克牌上的大鬼小鬼 悉数定点清除之后 党国御用板砖专家脑袋全扎沙子嘴底 谁拽也不出来了 老脸红的都是其他皮色 如果这帮人还有老脸的话 前提示 网民可找着活干了 专门把板砖专家豪言壮语拿出来 各种细品 由以教授金蔡荣的睿智见地为罪搜 金教授分析的特异针见血 怎么先学了 以色列脆弱 要是敢对真主党下狠手 收不了场 您往这看 逻辑上讲 以色列虽然军事比较强 他毕竟是个小国家 经济是很脆弱的 除非美国亲力帮助 否则他经济受不了 太打脸了 除非美国亲力相助 这回行动 内塔尼亚湖架根就没告诉美国 事后才通知 金教授表示 算了吗 我岁数大了 耳顺 你就骂吧 我怎么被你们骂 我都装昏迷 您这天生缩骨的功夫 不光他胆国嘴炮专家 全有这本事 一到关键时刻 那立马把脑袋缩成缩头乌龟 也是 你要不缩真被小粉红爆销 抱着脑袋 消了 这么个爆销 下手轻点您的 就这次内塔尼亚湖闪电战 党国中东问题专家 全钻树叶堆底下来 不钻不行了 尤其是那位 预测伊朗半个钟头消灭以色列的 李立老师 江湖人称李立耶娃那专家大姐 还有那位把真主党换作乙军噩梦 宣称 中东最强激进的武装真主党 为何敢硬钢以色列的野生国师王霄 专家一挨板砖 网友全上了安慰了 没办法 毕竟是工作嘛 富贵舔中求 都是打工人 不容易 还有网友表示 因为专家们的预测 它不是为了预测对 是为了站队宣传 后边就说 从来都没预测对 人这也不容易 高考选择题您不留空白 那要抢全错 还很难 这还品出技术感来了 对挂军衔的李立李的妈 网友给出特殊关照了 您就甭难为李立老师了 李的妈她也没什么辙 他可能是什么都懂 可剧本早些好了呀 照着剧本念它是命令 军人必须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嘛 不是 说的还真贴心 行了来看看北京大爷怎么说这些专家的吧 大爷来 捂住肚子 往这看 现在老百姓都觉醒了吧 你看他在说什么没人跟他走 所谓的教授没有教授都是贴牌的 贴牌的教授 什么理论也没有 那那么复杂了以后 你好看的奇怪啊 比如说涨工资啊 贴标签啊 对 你看这个问题这么复杂 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就是什么一加一 太逗了这大爷 坂川专家全是出来骗标签的 一满凉水看到底 现在 都有人替壮烈牺牲那位真主党大boss 纳斯鲁拉鸣不平了 他鸣不平了 人紧着问哪 怎么了 猴这回听了谁的励志宣传了 拿根棍上睡午觉狮子那 有澡没澡打两干子去 知道说谁了 据说纳斯鲁拉刚到那边 就给金灿荣递话了 谢谢你那张破嘴哦 连受害者都服了 网友没有不挑大拇指的 预测了人上百回 回回预测错 也是个人才 还有人替小粉红表示呢 珍珠党头目这团面 让咱这东方老朋友变得神经更错乱 左右脑分裂 左右护脖根本停不下来 小粉红全根加补课 紧急洗干净 金灿荣等一众草包专家的狐猎猎 重新认识内塔尼亚湖 和以色列 估计看那条网评了 以色列什么做法 以一还食 中国以前做了什么呢 交哈马斯挖地道 提供火箭弹 导弹 告诉您 以色列的中共盲缓以后啊 下一个请咱总书记就做准备好了 犹太人真不是笨蛋 总书记表示 那什么那趟尼亚湖 老内你把按按钮的手放下 你放下 你听我说呀 我卖个哈马斯的挖掘机呀 那全是不好使的 坏一点 慌的一批了 老习要真看明白以色列的招法 那更得慌 S帐号红瓦研究所说了 刚看了几篇文章 汇总了以色列如何对付真主党 比电影还精彩呢 整个就是谍爆战的经典 谍爆战的经典 这么牛 牛 拢共 分两步 赶紧的 第一步 无线电用品传呼机爆炸 让真主党人呐 人心慌慌 以为呀 这通讯装备科不安全 靠不住 咱不能用了 只能舍弃 舍弃 那没通用工具怎么联系呀 面谈呀 齐活 第二步 真主党高层被迫 只能肉身集合开会 他们自以为躲在地下掩体会上安全 结果被以色列空军用钻地炸弹 把领导高层数十人全部炸死 真主党激进团灭 原来是先轰到瓮里边 然后瓮中捉憋 对喽 简单来说就是 以色列设计了一个逻辑陷阱 谁都没想到 这是个连环计 高 王司徒 瞧使连环计 太牛了 连环计可是连环计 这逻辑却特别简单 传呼机爆炸是前菜 目的是右出 真主党高层集合开会 这道主菜 逻辑陷阱防不胜防 活活吓死邪恶轴心 北京的节奏 金句有云 哈马斯废了 真主党残了 伊朗快没气了 俄罗斯要输了 大旗党的未来 那还有悬念吗 党们一边擦汗一边震出 韭菜软肋背着炸帮的照片了 别打我们主意啊 恐怖分子接班人是惹不得地 惹急了是不好办地 仇恨教育彻底上路了 不过有熟悉历史的网友啊 准备给这照片改作业 怎么改啊 根据历史 打日本侵略者那会儿 中华移民共和国国旗还不存在呢 应该挂中华民国的国旗 算了吧 中华民国不可能让人孩子 练习背什么炸药包子 这还真是 总书记凯探一生 70年艰辛探索 终于混成了原装正版恐怖主义国家 赞一个 绝对恐怖主义国家 连10岁日本小学生都不放过 唉 该说说厉害国仇日公安的后续了 后续什么呀 最直接后续就是 二战后的首次 日本海上自卫队驱逐舰 直接穿越台湾海峡 对中共那海防舰队 来离长宗破乱会友时 直挂云帆寄舱海 这事已经是旧闻了 有更劲爆的后续 更劲爆啥后续呀 爱党仇日战狼 血认日本小学生 日本国民忍无可忍 出街大游行 不仅要求国交断绝跟中国断交 还明确打出 打倒中国共产党的口号 换标语 打响了远东 灭共 第一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日本街頭打倒中國共產黨的標語 太震撼了吧 獨立視頻人胡立任預告了 全世界都在覺醒中 很快就會有很多國家跟邪惡的中共斷交 10月份開始 美國首都華盛頓街頭 將出現一輛反邪惡中共的宣傳車 每天啊 可能是定點的 在華盛頓使館區 美國國會 國務院 白宮 LBI總部等美國政府門前進行大力度宣傳反共活動 這不自找嗎 共產黨就是因為太邪惡了 跟全世界那麼多善良的人為敵 網友Alex不就說 殺害日本學童那兇手 很可能就獲得了中共的保護 前一段時間 有一中國人跟澳洲昆士蘭 用熱咖啡燙傷了一個澳洲嬰兒 結果逃回中國 也受到中共保護 澳洲警察想逮他根本就沒轍 我告訴你中國現在就是一匪窩 所以珍惜生命珍惜尊嚴的外資企業 現在全緊急撤離呢 是得撤 或者在撤離的準備過程中 人民準備 網易消息出來了 日本松下撤離中國 青島工廠已經有1200員工 各回各家了 各回各家 輪難中國呀 等於又一輪底層互害 中國人砸自己飯碗的故事開始了 很多人都記得那張經典的歷史照片 什麼 鄧小平到訪日本 對著日本國旗深深的鞠躬 我知道 土工一天到晚想掐樹葉蓋這照片呢 其實啊 他們不知道 1978年鄧小平訪問日本 參觀松下 一句請松下老先生和在座諸位幫幫忙吧 才引來了一眾日本企業到中國投資 送去了最先進的技術和管理 這挺好 但是鄧小平沒幹過習近平 長江後平拍前屏 必須把前屏拍清零 這位擅長倒車 外資啊 先進技術 得嘞 我全給你們倒回去吧 您說鄧小平能不氣得從關在板裡邊蹦出來 一頭罵其心 罵其心 冤有頭债有主 出門左拐找國母 這叫國母的婆婆 找誰也不好使了 持育命到了要滅亡的時候 誒 說點上了 所有人都知道中共側應俄烏戰 俄羅斯普京所謂特別軍事行動 理由就是 北約已經逼著我們家門口了 到了邊境線 危及我們的安全 沒錯 就是因為烏克蘭有意加入北約 所以普京才蹦下來的嗎 上個重磅吧 什麼重磅 9月27號 日本自民黨前幹事長石破茂 震撼當選第28任總裁 知道 10月1號 現在應該日本就是了 將接任日本首相 全世界都知道 石破茂主張成立 亞洲版的北約 亞洲版北約 完了 這土工側應俄羅斯抵制北約 還沒測試明白呢 先給自個兒腦袋上 測試以北約來 石破茂 勝選敢言的時候 開宗明義 點出俄羅斯中共朝鮮對日本的威脅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林劍當時炸了 憋得臉通紅 一通教訓石破茂 上演了一開場 就是熱戰的喜人畫面 往這兒看 安全保障の課題は 三席を致しております この総裁選挙の間にも ロシア機による領空審判 そして中国間によります 接続海域入境 いろんな問題がございました 北朝鮮のミサル発射もございました 是唯一正確的選擇 树立客觀正確的對華認知 奉行積極理性的對華政策 有點剑拔弩張的意思 石破茂就是要石破晶天 對 等會 我想幾個事 前一陣很多報導我看過 說石破茂跟原來安倍晋三不一樣 他不是個鷹派人物 屬於比較親共的一類人 您這信息out了 要out了 日本資深媒體人石板明夫 詳細講了石破茂的政治走向 說說 人家說了 石破茂以前確實相對比較親中 親中是吧 不過現在時局不一樣 今非昔比 在野和在首相的椅子上 那也是兩回事 因為日本是民主國家 民選政治人物 在大是大非問題上 您必須得給我順應民意 現在80%以上的日本民意討厭中共 石破就算想修復中日關係 沒得做 哦 屬於實事逼英雄 把親中派聲聲給憋成一反共派 機率相當大 石板就說 這有先例呀 三年前另一位被認為是親中派的林方正 被任命為外務大臣 當時很多人擔心他的政治立場 BUT 當時美中全面對抗 這是大環境 林方正做兩年外相 愣是沒敢親中 這就叫形勢比人強 你這麼一說我想起那誰 菲律賓總統小馬斯科不就是嗎 他上臺那會好多非議人都說呀 完了 他爹就親共不親美 這回小馬斯科肯定倒向中共 結果好怎麼著 小馬斯科一上臺 對中共比他前任杜特爾多還硬氣呢 而且還一通調查那前任總統跟中共那暗黑交易 對呀 這就叫冥冥之中天意形勢 強過個人因素 真是 你說他軟 他說他軟 都說他軟 人到時候比誰都硬 這種事太多了 尤其作為石破茂資深政治家 本身不親臺 人大選之前就到訪臺灣 這很說明問題 真是 三尺頭上明明之中 人算不如天算 行了咱接著往下看 臺灣國安研究院國安研究所的所長 叫沈明氏 他就說了 石破茂拜會臺灣總統賴清德的時候 說了這麼一句 今天的烏克蘭可能是明天的東亞 石破茂未來的政策只會比岸田文雄更強硬 連岸田文雄都敢派軍艦穿越臺灣海峽去了 石破茂人都有亞洲北約計劃 能不更上一層樓嗎 習近平的終日親善要涼 氣氛又空前緊張了 行了 緩衝一下 跟茶友們分享一個揚眼好消息 各位茶友 親身受益之後 回購Questwise舒緩冷膚眼貼的茶友 越來越多了 您還等什麼呢 不能等 用眼健康是大事兒 您看 就這麼小小的一個小星星眼貼 原裝正版日本製造 特別符合咱們亞洲人臉部結構 最關鍵這款眼貼能讓您眼睛舒服 我白天的時候就經常貼著 寫腳本的時候 為什麼貼呢 看電腦看手機敲字 累 我貼上之後不像以前眼那麼乾那麼難受了 Questwise冷膚眼貼有四大特點 1.快 5分鐘告別眼睛乾澀 2.上班時候貼 醒腦清新 3.對花粉過敏引起的眼部不適 效果特別顯著 4.促進血循環 對兒童視力保護有其有幫助 實踐證明 假性近視的孩子 用眼貼之後都有好轉 因為這款眼貼百分百天然植物萃取 用了先進的透皮吸收技術 直打眼睛的穴位 舒緩眼睛的同時 還調節肝精、腎精一舉多得 您用手機APP觀看節目的茶友 可以點擊視頻左下角的產品展示小窗口購買 其他茶友可以點擊視頻描述栏和留言鏈接 繼續購買 美國購買滿59美元 除了夏威夷、阿拉斯加、還有關島以外 這都包郵 中國大陸滿600美元包郵 緩解用眼疲勞、保護勢力 走啟發您 好了 進入茶友互動環節 首先是民調結果 問題是 您認為華春瑩會相信自己吹噓那黨國如何厲害 努力女兒跟國內發展嗎 1.會 謊言重複太多 騙了自個兒和家人 11票 2.會 他有特權給女兒開綠燈、撈好處 22票 3.不會的 黨官全是穿上明媚妝糊塗 絕不可能讓自個兒孩子給黨陪葬 75票 4.會與不會看情況 安全第一、撈錢第二 74票 11、22、75、74 有點意思 看來茶友們基本上都不太認為 眾官員會讓孩子回鍋裡發展 一旦變成熱鍋 螞蟻隨時可能犧牲 行了 分享茶友妙評 聽 今日長見識 說說 現在的官三代、紅三代、甚至四代 幾乎98%都已經有外國國籍了 沒有外國國籍 會讓別的趙家人看不起 不好意思打招呼 中共篡政70多年 至今要是還沒替孫子輩搞的外國籍 那太low了 就是啊 接著聽 今日好讚美 哥倆的衣服不倫不累 還中國大褸好啊 哥倆怎麼降雨足啊 這應該是這次最生動的描述了 讚一個 必須的 聽今日好蒙圈 怎麼蒙圈了 這個組織男女關係怎麼那麼亂呢 我頭都不搞暈了吧 肯定得暈 再聽 今日好譴責 一切責任在美方 美領館為什麼沒有嚴控中共籍家屬簽證啊 有內鬼吧 聽今日好名字 華春瑩居然給他姑娘取了個名字叫 反華 性沒選好 接著聽 今日好腦洞 這回真正的反美了 返回的反 內涵了 近日好諷刺 中國民眾對政府的信誓度高達98% 98% 那20%是誰啊 那不信任的全是黨的高層吧 包括華大媽閨女 好嘞 凝聚正義良知 開啟國人智慧 讓這束星光照亮更多的同胞 如果您願意跟哥倆一塊點亮星光 歡迎捐助打賞分享轉發 支持我們做出更多傳播真相的節目 也歡迎感謝你的茶友 點擊哥倆推薦的 Questlife冷敷眼貼 屏幕下方文字欄 至於留言都有鏈接 走起您 眼貼茶友優惠區 再見 再見